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司法大爆炸的一篇节目 这期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 为什么强制清算案件在立案阶段就需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如果大家对民事立案有一定了解就会知道 现在我们国家人民法院实行的是立审分立的模式 也就是说立案厅只管立案,不对案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审查和审理的事归审判庭 那好多人就会奇怪了 那为什么强制清算案件在立案阶段就要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呢 而且还不是由立案厅对强制清算的申请是否立案进行审查 而是由审判厅负责实质审查 这是怎么回事的 最高法院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解释 是因为考虑到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属于非数案件 而且情况特殊 需要在立案的时候审查很多实体性的法律问题 对于法官的专业知识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为了保证立案审查的质量 在实践当中就形成了由立案厅负责刑事审查 由业务厅负责实质审查的模式 甚至还得为这事召开听证会 进行听证才可以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强制清算案件非常特殊 在立案阶段就需要进行实质审查 而且还得由业务厅来进行实质审查的原因 那以上就是这期分享的内容 那接下来马上就是十一假期了 在十一假期期间呢 我和大家都好好的休息一下 在这七天的假期里面 既没有公司法大爆炸音频的更新 也没有公司法大爆炸的直播 我们都好好的享受一下这难得的七天假期 等十一假期结束之后 公司法大爆炸的音频 以及公司法大爆炸的直播将继续进行 好好去玩吧 我们十一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